GoGoro电动机车施工人员在暖暖区工友远远市场外面进行换电站的工程师座 很快的诠释第一座和工友市场合作的GoGoro电动机车换电站 将在暖暖区远远市场落成启用 这是由机动市议员李敏勋积极争取 也是继两年前李敏勋争取在过岗黎明活动中心设置暖暖区第一座 GoGoro电动机车换电站之后再次争取到和全市首座工友市场合作成立的换电站 更希望帮助市场有getchy的效果吸引车友来市场采买喝咖啡 在我身后方这个远远市场会是我们机动市首座与工友市场来做结合 达成getchy的效用 希望说来换电的民众也可以看到我们传统的工友市场 那经过这个整修跟改善之后 有一个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那也希望说来换电的车友可以有一个新的对于这个传统市场的认知的改观 那也造福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友可以有一个更方便的一个换电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这个设置落暖区第二站的这个换电站 我们设置在这个远远工友市场 做这个基础工程 那未来这个现在目前在向台电申请这个配电当中 那如果配电完成之后会赶快来做这个换电站的这个设置 那应该在进行之内就会把它把它完成 那也希望说之后我们如果来暖暖区 因为现在电动车其实是个趋势 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友 不只是Gogoro 其实Evumi 还是Yamaha Kinko 其实它都有自己的这个新的这个换电的这个系统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广设这个充电站 让这个我们骑乘电动车的车友可以更加的方便 由于换电站基础工程完工后还要等待台电方面接电 预估九月底左右 远远市场的换电站就能够正式启用 方便许多不同厂牌的电动机车族 也可以来这里更换电池 并且到市场里面消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这里是一个公司接下来的自动车 我们应该能够留在这儿 好 好 好